另外再来关心人口普查局的消息 他们将在9月22日展开全面的普查 游民的特殊行动 经过特别培训的人口普查员 将在22日至24日在各地的庇护所 宜食厨房和移动餐车停靠点 计算游民的人数 另外人口普查员也将会去到户外 公交车站以及一些人们可能会睡觉的地方 来计算他们的数量 这项普查行动称之为锁定非庇护所的户外场所 人口普查局表示 人口普查局致力于在正确的地方 对每一个人进行一次而且仅有一次的计算 为了全面计算居住在美国的每一个人 人口普查员正在开展特殊行动统计游民 以确保有完整和准确的2020年度假计算 盘点无家可归的游民 是计划集体居住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针对特殊生活状况的人进行的普查 集体居住行动计划 还统计包括住在疗养院、监狱、收容所 和宿舍当中的人数 人口普查完整的游民统计数据 将会令到那些游民群体服务的机构和组织 为这些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改善食物分配和庇护所的选择 为了计算游民人数 人口普查局正在和当地的游民服务提供者协助 并且与全国的倡导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协商 以根据新冠疫情调整这一项的工作 人口普查局还将会与服务提供商的管理员合作 确认游民的居住地点 以确保该人口的总数 为了统计帐篷、盈地等户外活动的人数 人口普查人员将会在晚上着想反光背心 并且攜带智能手机、手电筒和指质问卷访问这些地点 尽一切努力收集在普查表上要求的所有信息 如果情况不允许 人口普查员将会只是清点人口数字 人口普查员将会遵循当地最新的公众健康指南 使用个人防护并且遵守社交疏离原则 人口普查数据对于支持游民的计划和服务提供者至关重要 它提供州、地方和联邦立法者如何将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 分配给比如庇护所和热食厨房之类的地方性服务 以及紧急住房补助计划和儿童专用牛奶计划 当地的非盈利组织还会依靠人口普查数据 来完善在哪里和如何提供关键服务 有关2020年人口普查和统计无家可归者的更多信息 可以访问2020census.gov 天后卫视编辑报道